看着巨大的物体 你会想象它们突然长出一张脸 或是变成巨大的怪物 向你袭击而来吗 如果你有这种情况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患有 巨物恐惧症 巨物恐惧症 也就是非常害怕巨大的东西 看见轮船、飞机 甚至是连大云团都会感到害怕 情况严重的患者甚至还会晕倒 而巨物恐惧症的患者最常见的特征是 如果盯着巨大的物体看太久 就会想象巨大的物体身上有一张脸 让自己害怕不已 另外 虽然知道巨大的物体会让自己害怕 但却忍不住看各种照片来折磨自己 这也是该病的一个常见特征 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那些围绕着巨物恐惧症 所流传下来的都市传说 在日本古代 有一个知名 而且被大家所害怕的妖怪 他们被称作 惡者独楼 这个名称是由日文延伸而来的 由于移动时会发出巨大声响 在日文称作 ガシャドクロ 也就是嘎嘎作响的骷髏 惡者独楼最初的样貌 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他被著名的服饰会家 割穿国方给描绘出来 图画中的人物 龙夜叉鸡 是一名法力强大的巫女 为了保护父亲的城堡 她利用了黑魔法 从士兵的尸体中召唤了巨大的骷髅 来对抗入侵城堡的武士 二者独楼的形象从此在日本流传开来 二者独楼是由战场战死的亡魂 路边的死者 以及其他冤魂所组成的怨念集合体 这些死者无法进入来世 因为他们是在愤怒和痛苦中死去的 而这些负面能量在经过很久以后仍然存在 随着他们的肉体腐烂 他们的愤怒发酵成了对生者的怨恨 将他们扭曲成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这时就会诞生一只二者独楼 二者独楼比人类大15倍左右 是具有90英尺高 而且神情十分恶毒 有时眼神会闪着红光的巨大骷髅 二者独楼试着为这些可怜的灵魂寻求复仇 残忍地袭击那些无辜的受害者 日本知名的动画公司吉普利工作室 也曾经描绘了二者独楼的形象 在早期的动画电影《平城离合战》当中 狸猫们为了不让人类继续开发森林 于是发动妖怪大作战 狸猫们变身成妖怪 前往了大街上游行 打算吓跑人类 在这次的大游行当中 出现了各种奇幻的妖怪 当中也包含了二者独楼 巨大的骷髅扣揉着身子 向着人群爬去 不仅让面对它的人们连滚带爬地逃跑 更在观众的心里 留下了深刻的巨大身影 二者独楼的骨头坚不可摧 虽然它们移动时会发出巨大的声响 但是它们可以透过隐形来接近受害者 如果它们遇到一名落单的人类 在做自己的事 或是在安静的道路上旅行 它们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因为二者独楼喜欢人类血液的味道 它们会尽可能 悄无声息地爬到被害者身后 用瘦骨灵巡的双手抓住它 咬掉受害者的头 接着 把从脖子涌出的血 一饮而尽 因此 在夜深人静的道路上 如果你看到了一对诡异的红光 你最好赶快逃跑 因为那可能是二者独楼看着你 打算攻击你的信号 接下来是流传于美国知名的怪物 Siren Head 警笛头 正如同它的名字 它的头是一对警笛 是一个高大神秘生物 以它古怪的外表 和巨大的身形而闻名 警笛头的身长 大约10到15公尺 它骨瘦如柴 全身覆盖着十分干瘪 像木乃伊一般的肉 它身体的颜色像生锈的金属 而且四肢不成比例的长且瘦 手臂和腿一样长 而且脖子的位置 有一根细长的肉感替代 上面连着两个警笛 和几根黑色的电线 而头上的那些喇叭 是它身体里唯一的金属部件 能够像猫头鹰的头一样 360度旋转 警笛头的喇叭 可以播放各种各样的声音 通常包括空袭警报 混乱的音乐 一段人类对话 或是紧急拱播声 有时用来制造受害者的恐慌 掩盖护救声 或是透过模仿其他人类 来裂捕它的受害者 种种迹象表示 警笛头是个具有高智慧 以及强烈生存本能的生物 它不仅可以长时间卫装 卫装的样貌 更可以适应周遭 几乎不会被发现 而且它通常会避开人群 主要出现在农村、小镇、废墟 无人街道 有时也会出现在干燥的森林中 受害者们通常是旅行者、猎人 甚至是误闯森林的儿童或青少年 少数情况下 警笛头才会去城市 进行屠杀和破坏 不幸被警笛头捕捉的受害者 至今都下落不明 没有人知道警笛头对捕坏的受害者 做了什么 是吃掉它们 还是让它们消失的无影无踪 有人说警笛头通过这种进食方式 来获得继续卫装的力量 好猎捕下一个受害者 如果你今天打算来场登山之旅 在幽静的森林中 突然出现了一盏路灯 然后周遭传来了诡异的轰鸣声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因为那极有可能 就是警笛头发出的声音 接下来是一段国外流传的抖音短片 这名发布者名叫Andrew Dawson 道森是位加拿大人 常常在抖音上发布一些生活的日常 直到某天 当他驾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 往山上一看 突然发现一个清楚的人影 人是很小的 照理来说 在山上根本不可能被山下的人 清楚地看见 而知名传说大脚怪的发源地 也正是北美洲跟加拿大 由于这部影片受到大量的回响 于是道森决定去追踪这个神秘人影 在第二天开车前去空地拍摄的时候 可以看到山上什么都没有 但却在靠近山底的天空 拍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随后道森发布了一个 在路上被CIA探员给警告的影片 而到了半夜 在道森的房子外 似乎也有人坐在车内 在盯着他的房子 据他所说 那辆车正是白天 在山上遇到的车 正当道森跑出门外 要交出对方时 对方就开车及时离开 离奇的是 道森隔天发布了一支道歉影片 表示之前都是为了流量造假 身上的一切都是假的 跟之前的拍摄手法不同 这次他架着手机 双手插进口袋 显得非常害怕 不停地看向镜头外 而在倒数第二支影片 道森又恢复了之前的拍摄手法 拿着手机对着镜头说 你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我了 但我那些影片 并不是假的 最后 道森拍了一支影片 拍下原本的山顶 出现了一座 类似军事基地的建筑物 就此 没有任何消息 而就在距离这部影片的三个月后 2022年的7月 Andrew Dawson 因为不明的原因离世 为这起事件 画下了一个惊悚的据点 相信没有人会再去探寻 关于山顶上的巨人 究竟是什么了 听完了以上这些故事 如果你还不清楚 自己是不是有巨物恐惧症的话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些 在网路上流传 据说会引起巨物恐惧症的图片 给大家试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 另外分享我看到的一则有趣留言 想像你是一只蚂蚁 然后你得了巨物恐惧症 我想无论如何都会很辛苦吧 巨大的事物往往带给我们一种神秘感 一方面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一方面 也希望他们永远不要活过来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故事 别忘了订阅下水道先生的频道 我是Eric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